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中正义报第426小期ETV 我是主播林新慧 我是主播杨嘉瑜 首先让我们恭喜女子排球校队与帮球校队 在前几天的大专联赛决赛中取得了佳击 接下来男子排球 篮球的决赛也即将开打 请大家一起为他们加油 再来带您掌握本期的新闻重点 大吃路好挤 学生好困扰 属于焚烧 后续因应对策 国立中正大学外的神龙路 从1月开始进行移除行道数 修缮路面等工程 施工期间 路面上摆放了许多护栏防止行人误入工地 造成行驶路面缩减 车辆正道 每到上下课或是晚餐时间 许多学生更将机车停在施工范围内 造成了安全隐忧 国立中正大学外的神龙路 经历因为整修工程 可行驶的道路宽度被缩减了一半 在上下课 人车来往的尖锋时段 可能造成交通事故 比如说你要买个什么东西 它就在那里 可是你就要这样绕过去 你要绕一大圈 哦 真的很不方便 就是我就停在那个黄色路障旁边 然后去买领料 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碰一声 然后就知道有车撞到 然后出去外面看 然后就是我的车这样 然后就看到就好像三台还是两台车就到了 那台车是先撞到路障 然后再撞到我的车 神龙路是多数学生上学或是前往用餐的逼近道路 目前的施工骑行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极不变 但施工单位其实也有不得已的难处 尽量赶在大运会之前先把两边的人生行道先做好 做完之后等到大运会那几天 它的地方就停工 那等到大运会完之后 再把那个中央分割岛 那个地方再做施工中央分割岛的那一部分 其实问题蛮小的 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是相公所的主管单位 但相公所一定没有钱 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向县府要钱 县府当然是也没钱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可以做 是因为前占计划 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占计划八千亿 才是支柱才能够做一个施工 不然的话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办法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就有的机车阁应工程规划被拿入施工区域 但仍有学生将机车停于施工护栏内 在没有明显路线规划下 学生出路空间下载也造成诸多不便 我觉得像摩托车都停在固然中间 不然就是停在人行道可能会有点不方便 施工场地附近尽量不要过去 那碰到人的车子呢 或者是压到那个怎么样 会起到一些冲突 都是不太好 我们大概是希望是这样子 县政府表示 神龙路原定在七八月完成施工 目前为因应全大运会加速工程 并在全大运期间暂停施工 虽然造成诸多不便 但学生在行进该路断时 仍需多加注意人车安全 以免发生危险 中正一报 王志伟 陈玉芳 中正大学报导 自2019年1月10日起 新的嘉义市厨鱼轻运政策已开始实施咯 轻运的厨鱼将会被载到焚化厂处理 然而 焚烧厨鱼可能减少焚化厂的使用寿命 及产生更多的污染 因此 嘉义市政府未来的规划措施也备受关注 在这里也提醒观众 厨鱼回收前蓄力干水分 才能减少焚烧的负担 目前为因应非洲猪瘟疫情 嘉义市内的养猪场多转型为饲料养猪 原本透过厨鱼养猪场收购的名声厨鱼 替代的方式将成为关注的议题 嘉义市主要的厨鱼 基本上之前都是以变卖 就是要养猪户做再利用的部分 那因应疫情的部分 我们会分成几类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民众 也会要求他们水分瀝干 然后进入到垃圾车的后面的厨鱼桶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会针对于机关 学校还有摊贩餐馆业者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要求他们自备处理 再打电话进来我们环保局 去做轻运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就是事业单位 第一个部分就是请他去合格的 在利用机构去做处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请他去合格的清除业者 去做轻运 然后运到我们嘉义市分瓦场去做处理 据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公告 自今年1月10日起 厨鱼轻运将送至粉化厂处理 面对额外的厨鱼燃烧量 将会对粉化厂造成一些影响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如果你今天厨鱼进粉化炉 因为它含水 当你的含水率越高的时候 你当然会影响粉化炉的燃烧 原本可能一天嘉义市 就是目前的处理量 我们每天的垃圾产生量是大概200吨 那我们的粉化炉在烧 也大概是一个到达200吨的状况 那今天假设 我烧了厨鱼的水分比较多 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今天只能烧170吨 就有多出来30吨的垃圾 没办法烧 那如果每天都这样 粉化炉里面的厨坑就会满出来 目前选择将厨鱼焚烧为应急措施 未来的长久之际需要妥善的规划 也是政府需要正视的问题 目前可以接受现在厨鱼的进场量的部分 那未来针对厨鱼的部分的话 那环保署有补助我们环保局去做厨鱼再利用的一些评估 那等到这些评估完成之后 我们会挑选最适合我们嘉义市的方法 去做后续规划在利用厂的设备部分 嘉义市目前正在寻求其他管道解决厨鱼区化的问题 市民们除了要正确的将厨鱼回收 从源头减量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中正一报 林晴渝 李佳琪 嘉义市报导 近年来 环境保护与食安问题备受重视 水产养殖业者邱金瑶正视这些问题 改变传统养殖方式 坚持以灵污染对待环境 这些想法的背后 除了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外 母亲对她来说更是重要的启蒙者 会有眼前的景象其实是意料之外 从事无毒水产养殖的邱金瑶邱大哥 边开着车边跟我们介绍着 当初让她毅然决然 从台北返家接手家族事业的原因 是母亲 那时候妈妈身上已经有非常多元 多种的重大疾病 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你又让她心里不舒服的话 就是我们应该要面对 身为子女 那只好就把话放过来 那时候我已经开了一家训练公司 就把公司送给学生 体会到生态永续发展重要性的邱大哥 不依循官方规定安全退药即可的标准 而是全面投入无毒水产养殖 另一方面 为了贴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全程采自产自销的方式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也是因为母亲的一句话 苹果78年 我爸就过世了 其实我们都还小 那我妈妈我出社会的时候 就直接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做人做事 不能让人在外边给我们披萃 到最后我懂了 这句话的背后就叫诚实 除了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让消费者能吃得安心 也是邱家兄弟一直以来的坚持 他们不求赚取名利 只求能为土地尽一份心理 安全退药到底可不可求 因为现在是很多的产线都到哪里就断掉 所以后面的生产者他不用负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地有品质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东西要非常地有信心 就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做全程无毒 做全程无毒总可以吧 我们全部都不用要 那就不会有风险 办法是这样很简单 有些问题放在那边一直不解决 总要的人去做 既然这个问题像说食安环境 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社会环境的问题 那总要的人试着去改变 试着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有了多年的坚持与努力 让邱家兄弟成功摆脱传统养殖 找到独特的市场定位 同时也让家族事业得以延续下去 中正一报 曾如运 廖婉婷 嘉一布袋报导 接下来带您掌握本周的活动资讯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跆拳道除了对打之外 还有一项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 品试项目 品试的每个动作是力度与气势的展现 表现出武术中的精神 选手们必须动作精确 力道也要拿捏恰当 才能完整地呈现品试的精髓 跆拳道维拳单运的必办项目 分为对打与品试 品试虽然没有对打来的刺激 但却是学习跆拳道不可忽视的技巧 在早期我们是一开始是只有对打 主要是以对打的项目在比赛中 那对打是双人格斗双人竞技的一个比赛 它是有互动的 那就是看谁先用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量去踢到对手而得分 这样子看分数的多寡 比赛时间是两分钟三回合 那如果是品试的话呢 它是属于比较避锁式的项目 避锁性的项目就是它不用跟别人去比 它就跟自己比 自己有自己的成绩 再把这个成绩拿给别人比 它们不会有 之间不会有互动 它就是一整套套路把它完成 过往我们品试主要都是在升级进级 我们会去做一个展示 那它可能主要是一些 跆拳道的技术的攻防 手部的或是腿部的攻防 把它结合在一起 与跆拳道对打的评分方式不同 品试有一套标准的规范 对打的部分过去也很主观 所以你们常常会听到说 有一些爱国裁判的问题 那后来对打因为也是有这个争议性 所以后来我们近年来 从2009年开始 我们全面的跆拳道比赛 都是采用电子护具 那电子护具一切都是以电脑得分 去那个电子护具去判定得分 那这个当然公平性就相对提高了 品试的部分当然就是以裁判的 比较主观的意思去看 不过我们都有一套的评分标准 像我们就有正确性跟表现性 那正确性的话呢 我们就是看它的基本动作 那表现性的部分就是看你的精神力量速度 除韵律体操外 跆拳道品试也是选手能化妆的比赛项目 品试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嘛 然后上场 不用像有的时候对打下来 全身是汗然后又就是很累 你有化妆会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然后很没有化妆的就是看起来 就是有的会特别去带那种瞳孔放大片嘛 就让你眼睛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有精神这样子 跆拳道品试是一项特殊的运动 选手在比赛时动作不仅要确实 更要结合自身的气势 将品试的精神发挥出来 中正一报 刘亭问 张吕亭仪 中正大学报导 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比赛项目的筛选 分为必办 选办 和示范项目 108年全大运总共有18个运动种类 20个比赛项目 但是 有些广为人知的运动 因为已经有完整的联赛体制 所以不被列入全大运的比赛项目 全大运属于综合性体育活动 因此比赛内容会规划许多不同种类的运动 但是很少人知道主办方挑选比赛项目的规则与考量 依照教育部给我们的全国大专校运运动会的办准则 它就是有明定 大概分三个种类 第一个就是必办项目 第二个是选办项目 第三个是示范项目 必办项目的话 照教育部的准则是要有14个运动项目 大部分都是以咬奥运为主 选办项目的话 它只要符合是咬奥运项目 其实就可以了 至于示范种类的话 大概它就不限制是咬奥运项目 只要是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或者是本土特色的都可以 在项目选办方面 国立中正大学选择校内具优势的高尔夫球 与定向越野作为今年的自选示范项目 我们考虑过去曾经承办的经验 高尔夫球这个项目一定是要在校外举办 所以也不会占用到我们校内场地 为了让更多的比赛能够集中在嘉义地区 所以我们就选了高尔夫球 讲排数如果能够选到一个 我们比较有多排机会的项目的话 事实上对我们比较有利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示范项目 我们就选了我们学校的发展特色运动 就是定向越野 这两个包括选办项目跟示范项目 都被主委会同意通过 许多人熟知的球类运动比赛 属于全大运外的联赛体制 像是国立中正大学在2005年 全大运举办过足球比赛 也因后来足球联赛制度的完整 而不列入自选项目范围 在现今的那个台湾 台湾的足球发展 我们有分一级 二级 三级 最主要一级都是台湾的体保生 然后有一个制度就是 在我个人可能觉得比较健全的就是 以前都是取前八名 他们的七八名 如果他们比到七八名 他们会降下来二级 然后二级的一二名会升上去一级 然后这样可能在这当中比赛可能会比较有竞争性 包括棒球 篮球 排球 跟足球 这四个运动种类 因为参赛学校非常多 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在短期的一个时间里面把它办完 所以他就以联赛的制度来做办理 虽然许多球类运动与今年全大运赛事无援 但运动员的努力依旧能透过各个不同的赛事被看见 在不一样的舞台展现辛苦练习的成果 中正医报 杜爱凡 曾佩荣 中正大学报道 接下来的一周因为东北季风和风面影响 气温可能下降及带来震雨 提醒您出门时衣服洋葱式穿法和带把伞以免感冒了 新闻的最后让我们带您喝杯咖啡 听您音乐 放松一下吧 我是主播杨嘉瑜 我是主播林心慧 我们下周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短錄